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4月4日 孙兴敏巧妙化解内讧传闻 在接受南韩媒体采访时 孙兴敏表达了他对于金文哉事件的看法 此前金文哉在代表国家队比赛后 曾表示自己身心俱疲 真的只想专注于球会的言论 引起了南韩球迷的不满 在金文哉卷入争议的时候 孙兴敏在社媒发表了 为国征战永远是荣誉与骄傲的文章 正好同一时期 俩人的社媒相互取消关注 被媒体捕捉 因而在舆论当中 也引发了对俩人关系的各种推测 随后不久 俩人已经重新恢复 关注彼此的社交媒体 针对此事件 孙兴敏表示 我和金文哉进行了通话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他 我认为当时的情况让他产生了误会 大家都说 金文哉做错了 但他不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道歉了吗 对于后背金文哉 内心备受煎熬 孙兴敏也感到非常惋惜 感谢你收听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